亲历大的选手的肩 彭于晏笑得超灿烂 导演林玉贤拍下照片 放上个人脸书 表示彭阿信实现诺言 来替这些准奥运选手们 加油打气了 应该六项你要练到纯手 如火纯青 我想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等下练一辈子 曾用2800个小时 虐心也将体能逼到极限 体操选手的苦 彭于晏最了解 为了金针揣摩 不惜闭关 眼里 心里 脑里 都只剩下照表操客 他以为单杠很简单 结果他上去转几下 手皮就破了 对 然后我哥哥就叫他过来 剪刀拿来跟小孩子一样 皮剪掉 包扎完继续练 即便曾经是篮球游泳校队 彭于晏182公分的身高 根本不适合练体操 加上29岁 筋骨早已定型 增加训练难度 起床2小时慢跑 紧接着10小时 单杠钓钓绳安马集训 加上6小时重量训练 才能用半年时间 稍微临摹出别人10年功的 体操人身 拉筋到晚上早上7点到晚上 7点12个小时的训练 我觉得那过程是最孤独的 人如果你不翻滚 那你怎么办 你总是一直原地 那如果你翻滚 可能会很顺利地滚过去 一句翻滚吧 除了扣影片名 对当时彭于晏来说 更是最贴切不过的形容 跟前经纪人对簿公堂 演艺事业全面停摆 直到看完翻滚吧剧本 彭于晏决定跟着阿信 一起坚持到底 彭于晏演活了阿信 替全片增加亮点 但也因为努力被观众看见 才让彭于晏的演艺生涯 再闯巅峰 记得临线线李佩萱 Table的